大家好,我是皮亞 喜歡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歐美音樂的朋友呢 今次不單止眼睛要留意,還要豎起耳朵 因為Movie Movie會一口氣送上五部 關於歐美音樂絕記人物的電影 不單止有好戲看,還有好歌聽 部份還用了很獨特的風格拍攝 真是不經典都不拍出來 Ian Curtis,你有沒有掛念他呢? 曾經紅透七十年代英國Post Punk的音樂人 樂隊Joy Division的靈魂人物 嘩,帥仔,有才華,樣子還有些憂鬱 全部有做Superstar的條件 但很可惜也有Superstar的下場 就是太早成名,壓力太大 最後只得23歲就自殺,英年早逝 他的故事曾經改編拍成電影 24-hour party people 拍得都好頹好迷幻 但著名樂隊U2的御用荷蘭MV導演拍的失控 操控就很不同了 肯定是目前為止,關於Ian Curtis 最好看的電影 全部電影用了黑白畫面,鏡頭漂亮 不單止不噴,不迷幻 反而還挺有feel,挺有感覺 完全表現了那種抑鬱,瘡茫的時代氣氛 幾乎不透光的影像風格 好像隱隱然一樣揭示了 暗藏在人物內心的死亡意念 也呼應了Post Punk的樂風 一提到John Lannan 很多人都會想起他的名曲 Imagine 事實上John Lannan的確是一個充滿想像的人 例如對愛情的想像 對音樂的想像 對反戰的想像 對世界大同的想像 如果Beatles是神級的話 John Lannan就一定是神人 大家又想不想知道 他年輕的時候,成名之前 究竟是一個什麼的人 千萬不要錯過 約翰年龍不機前傳 這部電影 根據John Lannan 和母義父的妹妹 所寫的回憶錄改編 由英國新進女導演執導 故事集中交代她14至19歲的故事 她一方面來自破碎的家庭 另一方面又說說她音樂的成長路 和最初結識Beatles的成員的時候 猜不到她們不是真的 那麼老友、那麼和諧 七人一個佈戴倫 肯定是一部奇編 用離奇的方法 拍一個音樂器人的故事 拍Bob Dylan 是應該用一種這樣的方法去拍 就是用精神訓練大法 以六個演員 扮演Bob Dylan 七種不同的身份 有趣呀 Bob Dylan的音樂事跡 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了 但我想說一下這部戲裡面 由影后 機體白蘭茲 反串扮演Bob Dylan 那一段 我想這段戲是整部戲裡面 最獨特的一段 Cost culture Cost gender 我想你細想不到 原來由女演員 反串扮演 是這麼入形入隔 也都令到這部戲更加轉型 我又玩一下音樂線